我在乌托邦遇到了小马 你别遇到我 我求你了 小马扛住了评论区的压力 对 要过来澄清一下 是不是小马爱我 你知道我当时有多懵吗 只有小马露脸了 他长这个样子 这就是黑系小马 小马的一切都是黑的 所以他穿的口红 加上他的这个手机屏保 这个小马的朋友是一个摄影师 我觉得互联网不需要澄清什么 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娱乐化的媒主 真说什么 真幼稚 小马年纪非常小 他是06 对 他刚上大学 我们在这边刚录完他的一个 大学课题的采访 然后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 我再劝他们赶紧回家 那他们要跟我一起吃海底了 走 来一下吧 我给你们点了 这个酒精炉已经没有酒精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自己生一个炉子 先要浮热 它的节奏非常的简单 就是通过这个大气息 然后把这个汽油气滑 它劲还是很大的 美军的东西总是简单又粗暴 这样的话应该过一会就可以开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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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